糖醋排骨 糖醋排骨制造菜会经常出现在每家的饭桌上 而且老众老外都很喜欢它 但是传统做法会需要汆烫 大同油炸或是热油爆炒 这样做出来糖醋排骨工序很麻烦 而且热量很高很高 怎么办呢 给Koni一分钟的时间 如何利用一分钟时间可以变出 没有油烟而且更低卡的糖醋排骨呢 亲爱的见证奇迹的时刻到咯 现在我们来介绍材料 小排选择不要太肥的 因为我们要低卡嘛 请店家先帮我们剁一剁 我来找洗洗就可以了 要介绍一下今天用的是苹果醋 来代替传统的香醋 试试看这个味道会更清爽 而且我们可以把传统的菜色变得很时尚 我们还需要白糖还有酱油 这个芝麻待会做点缀就可以了 当然我们需要一个工具 帮我们一分钟搞定糖醋排骨 电子锅对的就是它 看Koni的节目你就会赚到 从今天开始你就知道 电子锅不但可以做饭 而且还可以做糖醋排骨 打开电锅 把小排跟其他配料一起放入电锅里面 把小排跟其他配料一起放入电锅里面 拌一拌 然后按下煮饭 是不是一分钟搞定呢 电子锅煮饭的时间大约一小时 现在我们可以出去玩啰 火是否的 tail人抹浓 所以 rotation 这还是吗 震花 不得角色 不是迁用喷 所以把它放开 大约一小时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边这个酱汁 这里有好多油 可以分泌出20克的猪油 足足有180大卡 180大卡是什么概念呢 你走路要走45分钟 跑步要跑21分钟 健美超要做36分钟 拖铁要拖48分钟 我们是不是一分钟 搞定了低卡的糖醋排骨 而且没有油盐 跟着Cony吃 你会越吃越瘦 越吃越美丽 不要忘记了 请关注我的微信 跟订阅我的频道哦